深夜,我躲在卧室门后,死死盯着闺蜜和两个白人在沙发上纠缠。 我的心扑通扑通狂跳,呼吸急促。 直到其中一个白人和我四目相对,光着身子向我走来。 我叫姜薇,是一名在美国留学的女大学生。 出了国之后,我才知道,原来在亚洲留学生团体中,重阳媚外的情况竟然比国内还要严重。 和我同宿舍的薛琪,就是这种女生。 她长得漂亮,身材也好,从上到下都透着紧致和柔润,特别受那些美国男人的欢迎。 而她也同时和多个白人保持着床有关系。 我总能看到薛琪被一个或几个白人堵在楼下的角落,被他们上下棋手开游,而她不但不反抗,反而还很快乐地迎合。 我劝过她,女生还是自爱点好。 她却笑我太单纯,还说等我厌倦了亚洲男人,试试那些欧美人,就知道她为什么这么做了。 虽然我不赞同她的言论,认为男人有一个就足够了,可这毕竟是她的私生活,既然她喜欢一起玩,我也不好干涉。 只能和她约法三章,绝对不可以领那些白人回宿舍。 但这才刚过几天,薛琪就把他们带进了宿舍,甚至还在沙发上瞎搞了起来。 我心乱如麻,看着那个白人慢慢走到我的面前,强壮的身体充斥着我的视线,心跳简直快要要失控了。 直到她试图脱我衣服,我才如梦初醒,一把推开那个白人,飞快地关上了房门。 听着客厅里薛琪放肆的叫声,我面红耳赤。 以前,为了能让我能体会到白人的妙处,薛琪经常给我看她和白人拍的亲密视频。 但那时候,视频里的白人不但无法引起我内心的波澜。 相比视频里粗暴的男女运动,我更希望能有一些心灵上的交融。 但不知为何,这次却感觉脸上又烫又刺,好像要烧起来一样。 刚才薛琪的眼神异常奇怪,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茫然,没有焦点。 嘴巴愕然地长大,却发不出声音,嘴唇不受控制地在哆嗦。 回想到刚才看到的画面,我的心脏抖了几下,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又布满了全身。 感受着内心的站立,我躲进被窝,紧紧地捂住耳朵。 直到彻底听不到那折磨人的动静后,才长长地松了口气。 终于,等到凌晨,我听到外面传来开门关门的声音,觉得那个白人已经走了,才再次打开卧室门。 准备去洗个澡,缓解疲劳。 当时,我听到玉莲后传来流水的声音,还以为是薛琪,就没当回事。 但等我把衣服脱光后,玉莲就哗啦一下,突然被打开了,那个肌肉饱满,高大威猛的白人正站在浴缸里。 我直接呆住了,还有个白人没走。 漂亮的东方女孩,你的身材非常棒。 赞美的言语从白人口中冒出,接着她伸出大手,直接向我叹来。 我在震惊之下失了神,直勾勾看着她,离我的脸越来越近。 这时,穿着性感蕾丝睡裙的薛琪,慢悠悠打开浴室门,招手让白人回她的房间。 而那个白人,竟然直接走了。 薛琪神神秘秘地凑过来,宝贝,你刚才看清楚了吗? 我强忍着内心的渴望,看清楚什么? 你看到她和亚洲男人的区别了吗? 我咬牙,摇头。 薛琪神情莫测地拍了拍我,扭着小细腰,出了喜悦间。 一直等她进了卧室,我才捂着胸口,口中不断喘着热气,心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。 说实话,刚才我都已经做好和那个白人狠狠发泄一次的准备了。 没曾想,她竟然被薛琪一句话叫走了。 越压抑,我就越发难以自持。 最开始,我的想法守身如玉,违背原则的是不能做。 再然后,我开始模棱两可。 而现在,我只想痛痛快快地发泄。 哪怕对方是个白人,也无所谓,甚至更棒。 这种潜移默化的变化,让我自己都为之惊讶。 我不敢想象,再过几天,我的想法又会变成什么。 难道会主动投入外国人的怀抱吗? 当晚,我辗转反侧,彻底失眠了。 眼睛一闭,想得是那当事。 眼睛一睁,想得还是那当事。 从我懂事开始,从来没有如此想要一个男人。 我快坚持不住了。 要不,还是找个男人吧。 这个想法一出,就迅速占据了我的脑海。 终于,在三天后的周末,我被薛琪拖下了水。 那晚,我正在打工的夜店前台登记酒水, 薛琪穿着性感小短裙出现在我面前。 最初,我以为她是来探班的,一边跟她聊天,一边应付着前台的客人。 等过了半个小时,我终于空闲下来,却发现薛琪不见了。 她什么时候走的?怎么没和我说一声? 正当我纳闷的时候,不远处的白人堆传来了一阵喧闹声, 好像是在说有个女孩被拖进405包厢遭见了之类的话。 我吓了一跳,脑袋里立刻浮现出薛琪被按在沙发上面侵犯的画面。 急忙跑向了四楼。 等我到了门口,才发现包厢里面全是男人,乌鸦鸦的一片,全是外国人。 他们正围在包厢里面激情高昂地喊着, 98,99100! 换人!该我们上了! 随着那些人的高喊,包厢里面传出了奇奇怪怪的声音。 有点像女人的痛楚声,但又仿佛嘴里被塞了什么,支支吾吾的。 我都吓得脸色发白了,一群白人站在我的面前,就像是一座座白塔。 而努力,想要挤进塔林的我,就好像闯入熊窝的小白兔,随时会被他们撕得粉碎。 这是我平时第一次触碰到白人的身体。 我被他们强硬的肌肉牢牢地困住,越来越浓烈的雄性气息,让我的身体越来越软,头也晕晕的。 但对薛奇的关心,还是让我努力克制着莫名悸动,小声喊道,让一让,里面的女生是我朋友。 话音刚落,一个强壮的白人转过头来,炙热的眼神上下打亮我一眼,然后大声地喊道, 嗨,这里有位同样性感的东方美女。她拽住了我,轻而易举地把我整个人架了起来。 我就像个玩具一样,被一双双炙热的手高高举起,越过无数个人头,传递进了包厢。 等我被暗倒柜趴在沙发上,才发现薛奇正以同样姿势和我并排趴在一起。 她眼神迷离,握着我的手,好姐妹,别怕。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。周围的白人各个脸上都浮现出一彩分成的表情, 而薛奇娇媚的身体在其中显得格外明亮。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疯狂又纷乱的场景,整个人都吓得木然了, 心脏急速下坠,浑身的血液倒流,无尽的恐慌包裹住了我。 甚至,分不清薛奇到底是欢愉还是恐惧。 门外围绕着许多拍手叫好的白人,一个个都贪婪地往我望去。 我吓得汗毛直立,鸡皮疙瘩竖起了一排,剧烈地挣扎起来。 在我突如其来的反抗下,扣在我身上的那几只手躲闪不及, 墨地被我挣脱开来。 砰的一声摔在了地上,也就是这一声响, 尹德正在买手耕耘中的几人纷纷回头相望。 其中一直等待着的两个白人,眼睛一亮,目光上下打亮着我的身体, 好像能透过那套制服看见身体似的。 瞧伙计们,这个更棒。 文言,我的心咯灯一跳,细细蜜蜜地聚意涌了上来。 他们几人互相对了个眼色,随后便大啦啦地转过了身, 就这样一步步朝我走来。 这个比刚才那个还要优质。 白人摩拳擦掌地盯着我,仿佛能用眼神将我曝光似的。 我连连后撤,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,听着, 我不是这种人,不要过来。 白人已经被欲望吞噬了心智,对我的解释充耳不闻。 后背已经碰上了冰凉的墙面,我的心也随之冰凉刺骨,我已经退无可退。 别害怕,美丽的东方姑娘,大胆地试一试吧,你会获得和她一样的美好体验。 见跟她们好好讲话是由言不尽,我只好将目光移到了围观的人群身上。 救命啊,谁能来救救我? 我无助地望向人群,渴望得到他们的帮助,可是得到的只是激情愈发高涨的喝彩声。 我们都排着队呢。 对啊,别害羞。 我急得眼泪鼓鼓地流出来,根本不敢想象被他们摁着是怎样窒息的场景。 我使尽全身的力气喊道,不,救命啊。 就在这时,我在一众白人中搜寻到了一张熟悉的黄人面孔。 我见过这张脸,她是一位经常光临这里的华裔商人,也正是因为同样的种族,我将这张脸记住了。 顿时,激动地替似横流,我跪在地上用母语向她求救。 大哥我求求你,救救我吧,我是无辜被牵连进来的,只有你能救我了。 眼泪模糊了我的视线,根本看不清她的表情,只能在内心不断祈求。 求求你,救我一次吧。 白人可能嫌他们太过于过躁,皱眉低吼了一声,把门关上,吵死了。 旁边几个白人小弟立刻会议,准备关门。 门外传来白人们愤愤不平地喊叫声,见抗议并没有奏效,他们也不再坚持,在虚声一片中纷纷离场。 眼看着门就要关上,而白人也越来越近,我攥紧了拳头,鼓起勇气在面对着我的白人当下狠狠踢了一脚。 那人灯时迸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叫声,惹得有人频频侧目,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去。 趁着他们没反应过来的间隙,我急忙撒鸭子逃跑,三步并坐一步地往门口钻。 可是没跑出去几步,后背就被一只大手猛地拽住,还想跑。 他轻而易举地揪起我的脖领子,在一股大力地猛拽下,我又被扔了回去,狠狠摔在地上。 臭婊子,敢反抗,我饶不了你。 关门的一瞬间,我向外最后望了一眼,没有那张黄色面孔。 随之一道黑影压下来,白人的面孔在眼前迅速放大,伴随着白人熏天的体味和口气,我窒息地闭上眼睛,心如死灰。 该怎么惩罚你呢? 瞧瞧这张美丽的面孔,怎么就能干出这么该死的事呢? 紧接着,那只手划过我脆弱的脖梗,还在往下伸。 指甲死死扣进了肉里,绝望的泪水划过脸颊。 看来那个华一逃走了,可能是怕给自己惹上试端吧。 我本就没有立场要求他怎么做,就我是情分,不就我也情有可原。 毕竟身在他乡,人终归是要为自己而活的,又有什么理由必须要对一个陌生人伸出援手呢? 我可能要面临和薛琪一样的结局了。 我只是一个留学生,还没有完成学业,就要在一国他乡经历这样的事情。 我不甘心,我不甘心。 撕拉一声,身上的制服被他暴力撕开,我的心彻底被凉水浇透了。 我死死闭上眼睛,做好了最坏的打算。 就在我濒临绝望的时刻,耳边突然听到一声巨响,门似乎被人从外面破开了。 我下意识地掀开眼皮,探寻外面发生的情况。 模糊之中,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面孔。 那个华裔竟然手拿灭火器站在门口,对着屋内的白人们就是一顿狂喷。 铺天盖地的白烟弥漫在整个屋子里,呛人的气味惹得咳嗽声四起,白人的谩骂声此起彼伏。 我身上的桎骨也随之泄力,松开了抓着我不放的手。 快走! 一句中文突然出现在耳边,我像是抓住救命稻草一般,燃起了声的希望。 一手称地狼狈地坐起身,在她的呼喊声中,四肢源源不断地输入能量,爆发出了超乎寻常的潜能,连滚带爬地逃了出去。 她紧紧拽住我的手,在一片混乱之中,带我找到了通往后门的路,急忙逃离。 我们几乎被喷成了白人,来往的人看见无疑不是诧异地瞪大了眼睛。 双脚不知疲倦地迈着,穿过无数条长廊,在一声声刺耳的尖叫中溜出了夜垫。 终于逃离了那个乌烟瘴气的地方,我大口呼吸着外界的空气,将胸腔里的浊气通通清了出去。 呼吸舒缓下来之后,我终于有机会好好感谢这个怀疑了。 谢谢你,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。 我激动地语无伦次,攥着她的手一个劲地道谢,如果没有你的仗义相助,我可能就要毁在今晚了。 男人毫不在意地摆摆手,出门在外,碰到老乡搭把手帮忙是应该的,不用谢。 他一挥手,我才意识到他似乎在混乱之中受了伤,连忙紧张地查看伤势。 可能是在喷灭火气的时候,被屋子里的白人拿力气,伤到了手臂,一道长长的伤痕横,横灌在胳膊上,血液还在缓缓低下。 我当即就要拉着他去医院,可是被他拒绝了。 医院人多眼杂,怕你被有些人盯上,那几个白人可不是善查。 只能在旁边的便利店里买了些纸屑的药品和纱布,给他进行简单的包扎。 我自己来。 他想抽回手来,被我硬生生拉回去。 这位先生,这是为了报答你的建议勇为,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好吗? 说着,调侃了他一句,不然你还要我以身相许吗? 在我的打趣下,男人微微红了耳朵,只好作罢。 我摒弃掉心下的异样情绪,专心给他擦拭着血迹。 撕。 听到他闷哼一声,我下意识抬头问道,疼吗? 却冷不防对上他,同样低头看向我的眼睛,四目相对之间,我近距离地看到他的脸,甚至能看清他脸颊两侧的微小绒毛。 这一瞬,我听到胸腔里噼里啪啦的声音响起,心潮悸动。 我连忙一开目光,将不安稳的心境努力平息下来。 他可能也觉得气氛有些不对劲,之后再怎么疼都没有哼出过声音。 擦拭了已经结痂的血迹,再轻轻用纱布包扎起来,就差不多了。 我还特意给他包出了一个蝴蝶结,看得他哭笑不得。 经过一番沟通后,我知道他叫黄雷,来美国已经五年了。 一谈起愿笑,这才发现我们竟然是校友,共同语言更加多了起来,聊着聊着就到了深夜。 从黄雷的谈吐中能看出他是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,不知道是吊桥效应作祟还是什么原因,我对他产生了莫大的兴趣。 临走前,我们交换了手机号码,黄雷还不放心地叮嘱了几句。 这几天出门还是小心行事,白人可能会找你报复。 听了他这番话,我的心也渐渐沉下去。 对了,还不知道薛奇逃出来了没有。 只要薛奇在他们手上,想知道我的底细就一如反掌。 我在美国孤立无援,朋友也仅仅止于学校里的人,根本没有渠道能打听到影子的下落。 思极此,我将目光放在黄雷身上,他经常光临夜店,一定有人脉可以打听到。 于是我祈求道,能麻烦你帮我打听一下薛奇的消息吗? 黄雷点了点头,承诺道,没问题,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。 目送着他离去的背影,我心里暖暖的,第一次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感受到了安心和踏实是什么滋味。 回到宿舍,薛奇果然不在。 揣着一颗摇摇欲坠的心,每天都提心吊胆地过着。 黄雷的办事效率很快,没几天就传来了消息。 他发来一串医院的地址,语气沉重。 薛奇住院了,下体撕裂,听说挺严重的。 我的心脏咯噔一跳,一阵后怕涌上心头。 如果那天我没有顺利脱身,恐怕和薛奇是同一种下场。 想到薛奇在美国也是举目无亲,现在肯定是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。 看在这些天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份上,我心有不忍,还是决定去探望探望他。 我陪你去吧。 电话里传来他沉稳有力的声音,我的心神一动,不由自主地多想。 就是担心你又被那群人缠上。 他是在担心我。 心里甜滋滋的,嘴上硬了声。 一大清早,我们就在医院碰面,一起去探望薛奇。 果然如我预料的那样,人来人往的医院里,没有一人在他的床边驻足。 面色苍白憔悴的薛奇躺在病床上,整个人单薄得像一张纸似的,一触就要碎掉。 我们到的时候,他刚刚睡醒,一手艰难地撑着床铺,死死咬着嘴唇,想要坐起身来。 薛奇。 他应该是要去卫生间,可是浑身的疼痛让他使不上进。 意识到他可能需要我的帮助我,我开口叫着他的名字。 文言,薛奇木然地抬眼,在看到我的一瞬之后,先是羞愧地垂下头,再是自卑地敏唇,最后归于难堪。 他的眼眶刹那间红了,带着哭腔望向我。 微微。 千言万语,都汇聚在他的眼中,气氛一时间被拉到了高潮。 看到昔日光鲜亮丽的闺蜜,现在沦落到这般近况,我也难免有些动容,主动伸出,手来环抱住了他。 没事了,没事了。 扶他去上了个厕所后,他就拽着我的手,追问那天的后续情况。 怎么样,那天你逃出去之后,没事吧? 我摇摇头,多亏黄先生帮了我一把,这几天都没事。 薛奇松了一口气,那就好,接着八卦起来,那个黄先生,你们是什么情况啊? 我的脸颊飘过一丝红韵,不好意思地压低了声音,他也是怀疑,顺手帮了我一把而已。 黄雷就在门外等着,我怕薛奇嘴里没个把门的,问出点什么,不该他知道的,便赶紧转移话题,你怎么样,白人后来没牵怒你吧? 提及此,薛奇小嘴一扁,向我哭诉着这些天来的遭遇。 你知道那些白人有多无情无义吗? 他们那晚在发泄完后,就把不省人事的我扔在了包厢里,最后,还是夜店的工作人员好心将我送进了医院。 我轻拍他的肩膀,愤愤不平道,那些白人就没来看过你吗? 你现在这样,他们是要负责任的。 薛奇吸了吸鼻子,来过一次,扔下一些钱就走了。 我恨恨地骂了一句,真够出声的。 这次以后,你还和那些人纠缠吗? 薛奇拨浪鼓式地摇头,说什么也不和那群人鬼混了。 看见他决心悔过的神情,我也放心了,希望他能得到教训,改过自新吧。 因为我们聊的事情算是薛奇的隐私,他也很识趣地在病房门口等候。 见我出来,脸上还挂着泪痕,他明显愣了愣,随后手忙脚乱地取来纸巾递给我。 没事吧,怎么还哭上了? 我倒了一声谢,结果擦了擦胃肝的泪水。 酝酿酝酿情绪,闷闷地说道,感觉他还挺可怜的,年纪轻轻,就遭遇这种祸事。 黄雷轻叹一口气,劝慰道起来,这样的女人不值得同情,路都是他自己选的,他早该料到会有这一天的。 虽然这么说太无情了,但也确实是这个道理。 跟在他身后,我意不意去地走出了医院。 正午的阳光很大,晒得他额间冒着细细密密的汗珠。 为了躲避赤裂的阳光,我们挑了一条无人的阴凉小道走。 今天谢谢你,陪我来一趟医院。 黄雷无所谓的摆摆手,还是昨晚那副毫不在意的态度。 没关系,送佛送到西嘛。 文言,我嗅到了离别的气息,暗自思量了半赏,略带不舍地开口问道。 所以,你是要回去了吗? 他听出了我低落的语气,自然明白我的话中之意。 以后有事,尽管可以告诉我,出门在外,只要是我能力范围内的,我都会尽力帮忙。 难道今天一别,就永远都没机会见面了吗? 我心底如一团乱麻似的纷乱无序,好像那股安稳的感觉渐渐从我的身体里剥离开。 这不是那天坏了我们好事的家伙吗? 一个声音末地在身后响起,将我浑游天外的思绪拽回。 扭头望去,身后赫然出现了几个高大健壮的白人,挺拔的身姿在眼前逼近,那股窒息的压迫感迎面冲击而来,唤醒了那碗恐怖的记忆。 真是冤家路窄,竟然在这里碰到了那群人。 黄雷走上前,将我护在身后,冷眼逆着挤人,大脑飞速运转。 很显然,对方人多势众,我们根本没有赢面,要是他们今天执意要找回场子,那也无可厚非。 毕竟白人是十分记仇的。 你们要干什么? 为首的白人眼封一扫,恨得咬牙切齿,摩拳擦掌地说道, 你是忘了那天晚上对我干了什么吗? 他抬手一直躲在黄雷身后的我,你这个娘们,踢我一脚的仇还没抱呢。 接着又将目光移到黄雷身上,仗着白人得天独厚的身高优势,不懈地屁腻着他,言语间不停地供火道,就凭你,也有胆子跟我们叫嚣。 他身后几个白人也纷纷附和着,夸张地比出各种喝倒彩的手势。 黄雷神色如常,丝毫没有被他们影响,反倒是镇定自若地达到,要找是可以,左手边500米,就是警察鼠。 几个白人立刻撸起袖子,做出战备状态,严肃力喝道,想拿警察压我们,真是一响天开。 我不安地揪了,揪他的袖子,示意他可以不用这么硬气,该低头时还是得拾去一点,要不然吃亏的还是自己。 可黄雷却微微摇了摇头,泰山压顶而面不改色,属实让我捉摸不透。 难道他留有后手?你待在一边,不要误伤你了。 他将我推到五米开外,随后便单枪匹马地应战,挑衅道。 一块上还是一个一个来? 围首的白人直接被他的狂语气笑了,伸手推开其他几人,咯蹦咯蹦地摁动手指关节,趾高气扬地盯着他。 口气很大呀,你要是单挑赢过我了,就随意,你们怎么样? 黄雷后撤半步,做出应战的姿态,周深也散发出让人心胆俱寒的杀意。 来吧! 话音刚落,白人带着杀意的拳头就迅速袭来。 黄雷身形如电,敏捷的动作让白人始终无法找到破绽。 两道身影缠斗在一起,竟然不分上下。 黄雷眼看着白人扑到眼前,一记快速而精确的吸踢将其重伤到,痛得白人喊叫了一声。 转化悲愤为斗志,凌厉的眼封一扫黄雷,抱着他的侧腰就带着他一起摔倒在地上。 帐框愈发胶着,汗水和血液混合在一起,弥漫在空气中。 黄雷使出浑身的力气奋力一击,用自己的膝盖狠狠磕在他的下体,痛苦的呻吟声瞬间在场内回荡不已。 白人躺在地上来回翻滚,丝毫声响彻小巷。 其他人见他几朝几世之间就解决了白人头目,还没落下半分亏,纷纷吓得抱头鼠窜。 不再理会哀嚎中的白人,黄雷拍了拍手上的灰,朝我扯出一个得意的笑容。 我可是散打冠军。 一直摇摇欲坠的心脏终于稳稳落下,在他身边才会拥有的安稳在此刻达到了巅峰。 万般情绪涌上来,我现在只想拥抱他。 我扑进他的怀里,发泄着内心的苦楚和害怕,同时又无比贪恋这个温暖的怀抱。 黄雷愣了愣,片刻后反手揽住了我的背,像哄孩子一样轻轻拍打着。 我多想让这一刻再久一些。 伊薇在他的怀里,我闷声闷气地说道,怎么办,我好像喜欢上你了。 隔着单薄的布料,我清楚地听见他胸腔里急速泪动起来的心脏,好像在热情地回应我的告白。 我鼓起勇气,对他扬唇一笑。 黄雷哥,可以给我一个正式追求你的机会吗? 四目相对之间,似乎有什么火花在肆意蹦践。 虽然黄雷没有正面回应我,但是他的心已经告诉了我答案。 这次风波过后,白人已经不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了。 不过以防白人再次纠缠,我还是决定搬家,不在宿舍里住了。 我死皮赖脸地求黄雷帮我找房子,其实是想住进他家里,毕竟进水楼台先得月。 他拗不过我,只好任劳任怨地陪着我搬家。 看着他宽厚稳重的背影,我一个箭步就跳了上去,他也有预料式地稳稳接住。 我在他脸颊边轻轻印下一枚香吻,随后便指向前方。 走吧,我们回家。